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连排插座有两根火线 两根零线 两根地线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哪一根是它的近线 哪一根是它的跳接线呢 看这里一个洞里面是三根线 下面一个洞也是三根线 怎么快速判断哪一个是进来的火线 哪一个是跳出去的火线呢 我们只用一个电笔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接线 这两根黄色的是地线 直接接到了这个位置 对吧 这里是有接地的 但是这边全部都没有接地 把这两个地线拧在了一起 这个是零线 看全部跳接 零线跳接 这个是火线 这个也是火线 通过这一根黄色的线 这两个都是火线 看电笔是发亮的 对吧 这个都是火线 通过短接线把它给跳接完的 这个零线也是通过短接线 跳接的 对吧 那么这里一根零线 这里一根零线 这里一根火线 这里一根火线 这里一根地线 这里也是地线 怎么判断哪个是进线 哪个是输出 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根线拆掉 如果我们把这根线拆掉 测量这里 它仍然有电 那么这个就是进线 如果把它拆掉以后 测量它本身有电 这里没电 那就这个是进线呢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 我们只需要拆掉一根线 就能判断 拆的是火线 看 这个点是带电的啊 我们把这个点 给它拆掉 我们把它拔出来 这根线是火线 看 它现在不带电了 对吧 那么这根线不带电 就证明 它从上面的洞 跳到了其他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插座的进线 这个是进线端 这个零线 我们也给它拆掉 地线也给它拆掉 那么这个零线 就是去其他地方的 这个地线 我们保留 把这一根拆出来 这三根 就是去其他地方的 这个火线零线 这个黄色的是地线 这三根线 就是我们这个插座的 进线端了 我们这样子快速的区分 是这三根线 还是这三根线 非常简单的 只用拆掉一根线就可以了 很多的新手电工 看到这么多线 两组线 不知道哪个是进线 最后反而出电了 这个是地线 但是我们安装的师傅 接着不规范呢 我们这个插座 四组插座 这个地线要全部把它 调节完 这里的孔都露出来了 对吧 我们自己接的时候 把这个地线 把这三组 全部给它调节好啊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进线端 这三组线 是吧 三根线 简单又实用 给下大家的收看 好 好 好